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平时不吃鱼 但是烤鱼一定会来两口 记得花刀不用打太深 要把鱼肉很容易散掉 再来一点盐鱼入底味 鱼饵先下锅 先找到定型 然后在盐的锅边黄黄下锅 不会发育也没关系 像我这样发就能发得特别完美 锅底铺上洋葱 再来一点自己喜欢的配菜 另起一锅五花肉片猪猪油 再下入蒜粒青红椒炒香 调味料就很简单了 嫌麻烦的也可以直接像我一样用到礼包 用啤酒来带地清水 吃起来香味会更加的浓郁 全锅拎到烤鱼上 盖上盖子焖煮五分钟 让食材吸出烫汁的味道 谁能懂在这个超级冷的冬天里 这滚滚的热气有多诱人 咕咕咕咕的沸腾声 炸至微酥的烤鱼 吸出了浓郁辛辣的汤汁 还有清脆的豆芽和Q糖爽滑的宽粉 里面的炸五花更是一卷 你想要的这一锅里面全都有 快就给亲爱的人吃吧